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开课的时间了 那么正好呢 也是我们的这个春节刚刚过完啊 那也就是说 那十五还没过完 对吧 那么在这儿呢 也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呢 这个龙年愉快啊 同时呢 祝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亮粉们 龙腾虎月龙马精神 在龙年能够这个大吉大利账户呢 能够翻翻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节公开课呢 将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招轻松实践吻赢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啊 我们的课程呢 是比较干的啊 所以说呢 今天这节课程呢 也希望给大家的 能够在其后的行情当中 让大家能运用这一招轻松的来 这个获得学习的快乐 那么今天的这个公开课的安排 我们是这样的啊 首先我们来进行这个 大盘复盘 我们简短的进行一个复盘 复盘结束之后了 我们来进行我们公开课内容的讲解 好 那么正式讲解之前 首先做出郑重声明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量学融通 经典巧用 石牛秦牛 秦牛有数 生存之道 异动反倒 标准选牛 一注一线 进退有据量学盛宴 从选牛到秦牛 从异动到秦牛 一条龙 融汇贯通 这就是量学技术 量学理论及其实用量化 标准大数据系统 入选了我们国家科技部145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 这个规划的重点个题 那么全国的54家媒体呢 胜赞了我们的量波逮长亭 足以证明呢 量学是股市的科学 是得到国家科研机构认可的 科研科学技术 值得大家的下功夫呢 长期的来进行跟班学习 那么本教学视频所有涉及案例 均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量学知识解读 不涉及任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展示案例 均为过往历史数据 不保证未来投资收益 不构成任何证券投资分析建议 不涉及任何投资品种选择 不为建股严禁实盘 违反规定盈亏自负 均为本视频无关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基训班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基训班呢 以前的一直是没有进行段位课的 那么从这一期开始呢 我们是来进行的 这个整体的段位课的一个 和基训班的一个 配合的一种讲解的模式 也就是说了 你每报一期 这个基训班呢 你可以在这里边的这个 12个段位里边的 你来任选一个段位来进行学习 那基训班的学习时间呢 是这个30天 那么段位课的这个回看时间呢 是45天 那么全程呢 我们是来进行这一种 教练和学员的这一种陪跑模式 好吧 这是咱的这个 从41期 也从今年开始呢 咱们的这个课程呢 升级到了段位课 这一点呢 要大家要知道的 然后呢 这个是咱升级之后的一个 这个 主要的一些东西 那进班了之后呢 包括送量学的看盘指标 是一个专用的选顾公式 那么我本人呢 全天候的答疑 然后呢 每天呢 有复盘小奏课 详解大事和热点 那零基础呢 这个 我们的教练呢 会随时随问随答 进行养成式的陪伴 那么特色呢 是进行个人的定制答疑视频 也就是说呢 你的这个基础的不一样的同学呢 比方说你是三段的 有人是一段的 对吧 问的问题不一样 那有的时候呢 有些同学不好意思在这 来问 那么你可以来直接问我 那么我会进行一个 三到四分钟的 这一个短视频 对你的问题呢 给你进行一个答疑 这样的话呢 不管你是哪一个阶段的同学呢 你都可以的 直接的以视频的形式呢 能够看到你的答疑 而不是简单的画线 不是用简单的画线截图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同学呢 也更加好理解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段位课呢 主要是来结合我们的擒龙八法 那么这里有八个新法 那么一柱一线 跟装行 二龙定位捉掌停 三仙解住擒龙 四部攻防抓黑马 三五金阶黄金仓 六级金梯龙唱歌 七个核心抓妖龙 看盘八法 必去留 啊 那这是咱们这个 新升级之后的 这个 呃 段位课 第一个核心的内容 啊 核心的内容 那么 通过这个段位课的学习 然后呢 来进行 这个八个新法的固化和修炼 从而呢 达到了真正的学义之用 啊 呃 然后这个呢 是咱的这个 基训班的一个 呃 这个基本的教学的一个特色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一个 呃 废话了 好吧 啊 那么整体的我们这一个技术特色是从 选龙 找龙 探龙 寻龙 擒龙 擒龙 一直到下龙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 啊 让你从如何来悬谷 那么 然后怎么样来找到热点 哎 然后呢 这个怎么来结合三线规律亮度语言 你来读懂主力的这一个 呃 核心意图 结合他的逻辑思维 最终呢 是什么样的建构 啊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龙 然后呢 通过灵界来真正的擒拿 那么擒拿之后呢 如何来骑龙 啊 如何能够在这个龙背上呢 尽量的能够多齐这一节路程 啊 最终呢 在这一个主力的交要下车的时候 主力交要出货的时候呢 我们跟随主力的下龙 啊 进行这一种落带 啊 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成套的一个技术 好吧 啊 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机训班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盘面 啊 今天的大盘啊 昨天我们在这个给我们同学在大盘在解盘的这个当中呢 昨天我们就讲了 昨天的这个呢 虽然是一个假洋真音 那么这个假洋真音呢 只要站稳了这条封顶线 同时呢 它对应缩量 那基本上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啊 你只要继续的去静坐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那么一旦它有效的突破之后呢 结合它整体的架升量缩 那么我们可以看 如果我们以它作为基柱 那其后呢 只要有三日有效站稳其十顶的上方 我们结合黄金柱的一线判定法 那么它将成为黄金柱 那么一旦呢 这根基柱成为黄金柱了 那么下面一二三 这就是三个元帅 啊 三元联动 合理一个黄金 那你可以想象 那么这个黄金柱只要量性转强 那其后呢 必然会强势向上攻击 那么当这一个左锋一旦可以有效站稳不破 那么结合我们的三部定律 那么它就有可能有上下各一倍的涨幅 但是呢 它要这个阶段 它要向上来攻击 它不可能呢 是一蹴而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站稳了这个峰之后呢 它的水平方向最近的左侧呢 还有连续的两个小的峰顶 那么它必须得把这连续的这两个小的峰顶呢 全部干掉 那这样的话呢 一旦站上不破 那么后续才能继续上攻 反之呢 那一旦呢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左峰呢 不能站稳了 还要小心的 再次往下回落 同时还有一点 那么这个通道线呢 在节前我们在给大家讲公开课的时候呢 就已经画出来的 那也就说呢 这一波的拉升呢 那么正常情况下 一旦它触及到这个下降通道线的上轨不过了 它就应该回落 那么一旦它突破了这个下降通道线的上轨 而且有效站稳出王牌之后呢 那么它就会向上开始加速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下降通道呢 也是昨天啊 也是昨天来严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昨天呢 它在这个地方下探之后呢 最终返回了封顶线上方站稳 并且继续站稳了通道线的上轨 然后呢 对应有效的缩量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就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那今天呢 它是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低开 我们讲究它是一个跳空音低开 那么它低开了之后呢 同样要结合这一个最近的左锋 能否有效站稳并不破 那么一旦它继续站稳并不破 那么我刚才讲了 以它作为基柱的王牌柱呢 就有可能形成 那么一旦这个王牌柱形成了 那么它将向上攻击 那同时结合今天早盘我们讲的 跳空音下游底 那么跳空音下游底 那跳空音它回踩有没有底的 它回踩有底的 我们注意啊 你把它的虚底的往这个地方一放了 你可以看到了 它正好是精准回踩到了左侧的这一条 黄金谷底线上的 精准回踩到这条黄金谷底线上的 那么踩到了这个黄金谷底线上 就属于我们量学的跳空音下游底 我在早盘给大家进行解盘的时候 也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让大家结合跳空音下游底 来进行模拟训练 那什么叫做跳空音下游底呢 跳空音之后呢 回踩精准 关键的穴位不破 把它称之为跳空音下游底 然后结合量波 那么跳空音下游底不破 人线可以不撤离 那么我们看 那整体的量波 它呢 早盘急拉之后向下回踩 一直都没有跌破人线 然后呢 在证券的这个推升下呢 是不是就开始连续拉升了 那么这波拉升 它向上最高的来捅到了 这个3003 这个封顶线的下方 那么在盘中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2974的左锋呢 它必须得有效站稳不破 那么如果这个2974的这个左锋呢 如果这个2974的左锋呢 哎 它可以有效站稳不破 那我们可以结合封顶线站法 那站稳封顶 我们可以持股待长 那么不过左锋 那结合下午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歪峰 这是我们亮波逮长亭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技术 称之为歪峰邪气 必然下去 那出现歪峰之后呢 因为证券的原因 等一会我们看证券 因为证券的原因 触及证券的左锋不过 证券开始向下连续跳水 拖累大盘跟随 然后呢向下最终呢跌破了我们的人线 然后在这形成这个单枪 那么在这个向下来下跌的这些途中的这些高点呢 都是我们可以继续来逢高模拟 替领卖阳的这种机会 那现在呢最终收盘收了一个增量的一个单枪 那么后面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 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一二三四五六 已经六连阳了 那么大家清晰的在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已经前面吃过亏的 急阳之后出次阴 首先就要做好防护 那么急量学的急数是三五七九十一 这是量学的急数 那么一旦达到了急数的这一个标准 它是阳注的就是急阳 是阴注的就是急阴 那么急阳之后出次阴 应该先做好防护 那么急阴之后出次阳 我们可以来大胆的来进行抄底 那他现在在这已经拉上了六天 也进入了一个急数 进入急阳 但是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应该去这个做好防护 准备逃跑 这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不是随便跑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波拉伸之后呢 这个次阴 它是有效跌破了 最后一个阳注的阳石底的 那么也就是说了 那除非出现什么了 阴注盖掉阳石底 那么这个时候了 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做好防护动作了 先跑为妙 先跑了再说 那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跌破阳石底 仅仅是跌破了阳的二一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结合我们的九阴真经的 量线三阴 破阳半 一减仓 然后看什么了 量注 然后看量注 这个时候的量注就要缩量越大越好 缩量越明显越好 缩量越大 说明什么了 说明庄家主力使用的这一个修客疗法了 使用的越极致 说明庄家主力的出逃的 这一个筹码了越少 那这个时候了 往往是庄家主力的 使用修客疗法进行打压洗盘的动作 那跌破阳半的时候了 我们就应该先来结合 冯高 先来结合 控仓防护 为什么要先来控仓防护了 那一旦第二天了 他不跌破阳注石底 出现次阳过阴半盖阴的时候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择机来接回我们高抛仓位 那一旦后续继续的向下 有效跌破了最近的阳石底了 那么这个时候了 我们就继续的来干什么了 把剩下的仓位了 冯高抛掉 那么然后进行什么 空仓等待 静后再一次回踩到位之后 出现次阳 那今天这个单枪 增量的单枪 首先呢 今天这个量注了 增量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这个量价来对比来看的话 这个量 这个价注是昨天的这个 甲阳价注的 是不是一倍大 那么他的量注呢 是不是没有到一倍 那也就是说了 那这个地方了 有没有抛压 有抛压 有一定的抛压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他属于一个长阳矮注 整体来讲 他属于一个长阳矮注 同时今天是确认了 昨天的甲阳 那么这个量性的应该是一个转强的 但是呢 因为他呢 向上触及上方的这一个重要压力力不过 那我们注意 单枪是我们量学当中的侦察兵 结合我们的极点测向率 他是向上来测试空间和压力的 那么这个单枪对应的增量 说明呢 卖的人还是比较多 那么卖的人比较多 那么枪比较长 那么长态呢 有可能会来干什么 回踩 长态有可能会来回踩 那么回踩 需要预防的第一个支撑位注意 就是他的阳瓣 那么这个阳瓣 我们向左侧来看的话呢 正好是这个高亮阴的实体 那么这个高亮阴的实体 也是阳瓣的位置的 那就是明天的什么 那就是明天的下限 也是我们干什么 一旦跌破下限 跌破这个阳二一注意了 那么这个阳 一旦第二天的亮柱 低于他的亮柱 他是不是就成为了近阶段的小高亮了 因为高亮柱的必须要得到 第二天亮柱的确认 那么一旦他成为了高亮 那么这个二一位呢 就成为了我们的阳关道了 那不破阳关道 可以抱着股票销 那你注意 可以低开 可以下滩 但是呢 只要站稳阳关道 这叫做不破阳关道 抱着股票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大胆的来 倾坐T0 你也可以呢 持股待涨 因为不破阳关道 抱着股票销 那一旦其后呢 继续站稳了高亮柱 那并对应继续缩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接回 那一旦这个位置 继续构建王牌 那后续这两个峰顶 如果要向上突破的时候呢 必然应该以中道大洋的形势突破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呢 明天低开 冲高 继续触及左峰不过 然后掉头向下一旦翻绿 那这样呢 就不好了 那这就成为了什么 跌破阳关道 有票赶紧跑 那结合我们的九阴真经的亮线翻阴 破阳半 一检仓 那么这个地方就一定要减仓空仓 然后再来看量缩的够不够大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缩的越大越好 缩到百低更好 其后呢 等待什么呢 第一 看他收盘是否精准 他是不是 打个比方 是不是来精准回台左峰 那第二呢 看明天呢 第二天能不能出现 次阳盖音 那么一旦出现有效的次阳盖音并对应继续缩量 特别是可以缩量 缩到百日低量附近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来接回高炮三位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明天的这个整体的我们的策略是不是就搞清楚了 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明天的是不是就比较轻松的可以来进行应对了 那他得三线 那他得三线我们注意 今天的这个2974没过 是不是就2974就他上线 中线收盘价 那么下线刚才讲了 哎 下线 就是他的二一位 啊 那这个位三线设置完毕了之后 重要的是谁 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下线不能有效跌破 好 听懂的同学请打一啊 听懂的同学请打一 这个是重中之重啊 好 看完了大盘之后了 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穿业版 穿业版这两天呢 从过完年到今天为止 穿业版的20厘米和10厘米以上的中大洋呢 呃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那么真的是让大家馋的流口水 啊 呃 但是呢 这个很多的20厘米呢 我们根本抓不住 抓不住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怎么抓 等一会儿我们去讲 啊 等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讲 如何一周轻松实现吻赢 啊 那么穿业版今天呢 是一个阳单枪 这个阳单枪正好平了 这个左风 哎 那么对应这个量柱呢 也是一个微增量 那么同样的探测了上方的 哎 13个7 那么说明这个左风 还有一定的抛压 需要震荡 那么这个穿业版的整体的 我们来看 以它作为基柱 123 它是一个黄金柱 那么黄金柱的量性 今天是量性转强的 是阳 真阳盖掉 这个假阳真阴 平了假阴真阳的石岭 那他下方就是一个元帅 哎 再下方是连续的黄金 那么这个量性转强 常态 他应该 强势就应该继续跳空 高开 那么一旦他可以跳空高开 量波正三围 继续向上 有效站稳 13个7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的来 大胆静坐 那如果他不能跳空高开 注意 哎 如果他不能跳空高开 那么只要他不破金线 注意 只要他不破这条金线 哎 低开 在这里来震荡 那么同时对应缩量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结合 不离指数经坐刻骨 哎 除非是什么呢 他在这地方呢 直接破线 啊 那么一旦破线的话呢 那你注意 破线加缩量 那么结合最近的这个高量 那就成了高量破 快出货了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同学 你就不要去盲目去训练了 啊 那就成了高手行情了 那么一般同学呢 你就这个静候了 基因次阳出现 那从他的这一个创业板 现在整体的板块的 这一个建构来看 他现在面临的是 这一个凹尖锋 那么这个创业板呢 有了刹车柱 注意 有刹车 有换挡 然后呢 到了凹尖锋的下方 濒临城下 这就是我们量学的 凹口淘机呢 那么介于这个创业板板指的这种建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创业板中去伏击它的20厘米呢 那么板块有了刹车 然后又有了换挡 那你注意 那你的个股是不是你也应该重点关注 你的个股有没有刹车 你的个股有没有换挡 然后呢 这是一波下跌行情的反弹 那么它的反弹 请大家注意 是不是都是结合着阴线在运行的 这就属于我们量学的阴线战法的范畴 那么也引申出来今天我们的公开课的内容 如何来实现一招稳定盈利 就是我们量学的阴线战法 那么这个阴线战法应该如何来用 等一会儿我们来具体一下 好 那么明天的创业板的三线 上线是13个7的左锋 中线是它最近的左锋 那么下线放在水平方向最近的黄金谷底线 也是今天的杨的二一位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 是上大下小 是看涨防调 好 这是创业板啊 那么科创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啊 快速的把三线一设置 科创要防跌 科创要防跌 那么科创的上线呢 这个小音的徐鼎 中线收盘价 下线开盘价 这样的话呢 是看跌防涨的 啊 看跌防长 因为呢 这个科创金片的 这个杨丹枪呢 应该视作为是一个假杨 啊 应该视作为是一个假杨 好吧 那么他呢 必须要得到真杨确认 啊 必须要得到真杨确认 才能继续强势上行 好 那这是咱的科创啊 那么看完这几个之后了 我重点要看一下咱的风向标证券 证券的这个表现总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大盘 我们可以看到证券今天的这种表现和大盘呢 是简直是是不是孪生兄弟一样同出一辙 那早盘证券的这震荡 那么大盘早盘震荡之后回踩人线不破 证券在这里形成歪风 形成歪风之后呢 是不是 其后风顶下降 然后呢 跌破人线 我们看 然后跌破人线 那一路拖累大盘 最终也是跌破人线 然后证券的他得收盘是一个增量的一个单枪 这个单枪是站上了水平方向最近的这个1271的左风 然后向上一度是突破了1290的封顶 但是呢 到了这个1306的这个封顶的触及不过 不能站稳 掉头向下之后呢 也没有能够站上这一个1290的作风 哎 掉头向下 那么出现了这一个阳丹枪 那这个阳丹枪并对应增量 那么这个量呢 我们注意看了 还是比较大的 啊 这个量来着比较大的 啊 成为了他的这个近阶段的啊 这一个近阶段的一个小高量 那么一旦明天缩量 那么这个高量呢 将得到确认 那么说明了这两个封顶上方呢 还是有较强抛压 那么他呢 还需要继续的来消化 那我们注意 首先一点来 那么证券呢 是不是必须先得站上1290 他先得站上1290 然后突破1306 那么这样的话呢 证券才能够真正的展开 上下各一倍的涨幅 啊 否则的话呢 那么一旦他在这个重要的1290 这个位置 他都不能突破的话呢 必然会再次增大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看了 这里是刹车 一案 一二三 这里是刹车 刹车完 做完了之后 现在证券啊 在这里正在做换党 那么有些同学呢 他是不了解 不理解刹车换党建构的 那么刹车换党建构了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什么了 这个黄金柱和王牌柱的合力 或者是接力 什么叫做合力 简单的讲一下 啊 就是在王牌柱 记住后三日 可以继续出现黄金柱或者是王牌柱的 那么他就是合力的王牌 那么超过了三日 在第四日开始构建王牌柱的 他就是接力的王牌 那么一旦这个王牌柱的基柱的实底 抬高可以形成顶底呼唤这种态势的 他往往就是什么了 哎 合力和接力的这种表现 特别是在相对底部出现这种王牌柱的底部抬高 啊 出现王牌连续的两个王牌的底部的抬高 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刹车 换挡 我们把它称之为刹车换挡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他是不是在这个黄金柱的后三日 一二三 第四日才出现的一个预定王牌 他是不是要以这个次阳 作为基柱 今天是不是第一天 其后是不是还有两天 他才能成为王牌 那么这儿就是刹车 那么这儿就是换挡 他们两个是属于什么 属于接力王牌 他们俩是不是属于接力王牌 听懂了没有 听懂的请打一二 这里给大家是讲解的 我们刹车换挡的 这个重要的技术知识点啊 那依托着王牌柱的一线判定法 请大家注意 但凡是可以有效站稳基柱十顶 或者平均站稳基柱十顶的 他就是黄金柱 那也就说了 明天了 如果证券 他是低开的 那么只要他可以继续的来站稳 这个基柱的十顶 同时对应大幅的缩量 依然是缩量越大就越好 缩量越大 说明上方的抛压越少 说明的庄家主力 控盘程度越好 啊 说明主力在此处的 继续偷偷吸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大胆来进行静坐 啊 继续可以进行大胆来进行静坐 那么一旦他在此处呢 形成架升亮缩的黄金柱 那你注意了 刹车换挡 那么再向上突破这个左锋的时候呢 必然以中道大洋形式向上来加油 那么否则的话呢 一旦在此处呢 他跌破了这个洋的石底 那就要小心 他要破坏这个王牌柱基柱 那一旦继续跌破了这个王牌柱基柱 那这个王牌柱就牺牲了 那么此处呢 必然会迎来什么 比较深浮的调整了 所以说呢 那么明天啊 明天 证券的这个1271的这个小凹肩锋呢 是一个重要的防守位 这个1271的又是正好是今天的 这一根高亮洋的二一位 稍稍的偏下一点点 啊 稍稍的偏下一点点 那么也就说证券明天的 可以是阴的 也可以是洋的 但是呢 你别给我跌破1271 然后对应缩量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 不破阳关道 那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在这里呢 继续的来替领经座 那么谨慎的同学 在这个地方可以结合趋弱流墙 啊 那一旦呢 有效的阳盖音 那你就可以择机的 接回你高抛的仓位 哎 其后再向上来 你可以开始干什么了 择机加仓 那这个时候 请大家注意 一旦证券 形成 这种建构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板块 就会来给你送银子了 听懂我说的意思了没有 结合给大家的预演啊 那我的这个公开课呢 呃 是不是跟平时的这个别人的公开课不太一样 我来是用这种预演的形式呢 给大家清晰的来讲解 让大家结合这种预演的建构 你心中就有一个数 那一旦达到这个预演的建构 你就要瞪大眼睛 这个板块就要给你送货了啊 啊 快递就上门了 就给你打电话了 哥 姐 你的货到了 你赶快下楼来拿一下货 啊 那这个时候就要能够接住了 啊 接不住就完蛋了 是不是 哎 等涨上去就来不及 就涨 就已经跑远了 好不好 哎 那么这是咱的证券啊 那看完证券之后了 那么结合我们的这一个 热点啊 我们来看 今天的热点呢 是汽车类 啊 汽车类 然后呢 是化工 那么这两个呢 我们注意看 这两个是我们的新能源 那工业机械和建筑呢 我把它放到一起啊 我把它放到了一起 这两个呢 把它放到哪里呢 包括这个通用机械呢 我都是把它放到了新机械里边啊 然后纺织服饰呢 属于我们的新民生 电器设备呢 属于咱的 和这个软件服务呢 属于我们的新科技 那今天这样来看的话呢 今天呢 是我们的新科技和我们的新能源呢 进行了这一个转换 其后 今天有了新民生的这一种异动 那么我们注意 我们王子老师给大家讲的 讲的什么呢 讲的这一个热点板块轮动的口诀 叫做强势 是不是 你就要紧跟什么 主线型 强势紧跟主线型 那就是新科技和 这个 新能源 弱势呢 就玩什么新民生 那么一旦明天要如果出现调整的话 那我们注意 你是不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新民生 但是新民生这一块 请大家注意啊 往往他的这个持续性 不是特别强 但是这一回的新民生呢 都是长期下跌之后呢 出现的 那么新民生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像纺织服饰 文教休闲啊 还有咱的这个娱乐 传媒娱乐广告包装 这几个呢 你可以重点关注 这几个可以重点关注 特别是咱的这一个文教休闲这一块啊 文教休闲这一块 还有传媒娱乐这一块 这两块呢 可以重点的跟踪 可以重点的跟踪 大方向 请大家注意 从概念板块讲大方向 那么我们的新科技类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呢 这两块呢 我们一定要长线跟踪 每当这两个板块出现调整的时候 往往就是你可以上车的机会 啊 每当他俩出现调整的时候 往往就是你可以上车的机会 好吧 那么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结合他这个单枪 那么明天也有可能出现调整 哎 那么他呢 今天是热点 那明天有可能出现强弱分化的 那他明天实际上 你在这只要画一条简单的线就完事了 哎 只要他不破左锋 啊 只要不破左锋 好吧 哎 所以说呢 整体这块来看的话啊 依然是以新能源和新科技为主 哎 新基建这一块 请大家注意了 新基建这块 这个建筑 我在我的机训班里边呢 已经给大家连续讲了几天 让大家注意这个建筑板块了 那么但凡注意这个建筑板块的这两天是吃到肉了的 但是呢 建筑呢 我们注意明天呢 他如果能继续站稳这个缺口的上方 继续构建王牌的话 那么这个建筑板块后续呢 还有继续冲顶的可能 那这个板块呢 还可以继续的来观察 那也就是说建筑板块出现调整 回踩不破 继续能构建王牌的时候呢 往往可能会出现我们再次上车的机会 然后呢 是咱的这个房地产 啊 那房地产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也是刹车 现在换党 同时房地产是高开低走 长银短柱假跌 那你就知道了 但凡是有了一定量学基础的同学呢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 他的本波反弹的第一目标位 应该就是他首跌缩量的这一个位置 那你说这一波反弹了 正常情况下呢 应该看到这个左锋附近 啊 应该看到这一波左锋附近 所以说现在刹车换党 那么现在呢 看看依托这根高亮柱呢 能否再次来出现什么 加油王牌了 那一旦他可以继续构建出现加油王牌 那么后面一旦开始加油 那么这就可能以中道大洋 可能会连续向上攻击的 哎 所以说这一块呢 这个啊 这个我们的啊 新机建 也是房地产和建筑板块的 要跟踪一下他的这个调整到位 啊 一旦调整到位出现黄金线阳盖音 你就要注意 好吧 那么板块这一块呢 我们就大概讲这么多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支票 这个剑桥科技啊 这个剑桥科技是我们集训班的 在这训练的啊 在这训练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剑桥科技啊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训练 首先呢 任何时候啊 任何时候 你先得看懂他左侧是针跌甲跌 那你看啊 这个高亮柱之后 是一个掌停板 对啊 这个是个掌停板的高亮 这个掌停板的高亮之后 它是一个缩量站上高亮 单枪向上来探测 上方空间的 那么他敢于站稳高亮柱的石顶 敢于消化上方的套牢盘 说明庄家主力呢 还有更深远的打算 那么单枪侦察兵 侦察过的地方 往往是主力还将要进攻的地方 他未来将要攻击的地方 第二天呢 就来了一个缩量的甲阳 向上继续来解放 这一个单枪上方的单枪侦察兵的 这个石顶 那么他敢于继续向上解放 上方套牢盘 必然有更深远的打算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那么在这两天来看的话 依托这个掌平板 他是准备来构建一个王牌柱的 那么结合这两天的这个 这三天的这个整体的量价建构来看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主力控盘良好的一种表现 但是呢 大盘部闻 大盘大跌 他跟随大跌 立刻使用了长移短柱 那请大家注意一点啊 任何时候 你 咱们量学呢 就是玩了一个假跌 实际上量学玩来玩去 你玩通了玩精了 就是你看懂一个假字 就是看懂一个假字啊 那么这个长音短柱 他的市场含义 我们要搞清楚 你只要搞清楚了 他的市场含义 你即便追不上第一个掌停板 那么你也能够在后续呢 抓到掌停板的机会 长音短柱的市场含义是主力 而且是强装主力 而且是强装主力 主动出击清洗复仇的表现 那么这种主动出击清洗复仇 往往呢 他的计划性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只要他下跌到位 一出现次阳 就是我们可以大胆模拟训练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懂了 他这样的假跌 那么当他在这一天出现 有效的次阳盖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大胆训练 你就可以捕获这个掌停板 那么没有抓住这个掌停板 也没有关系 我们在机训班 是在这一天给大家进行的讲解 那为什么要在这一天讲解 请大家注意 首先呢 这个掌停板之后呢 依托着这一根高亮柱 你看是一个标准的 加升亮缩的黄金柱 那么这个黄金柱的 最后一天的量性转弱 注意 他的下柱明显变小了 我们对于王牌柱 对于T量柱 我们不用背什么 阳阳阴找黄金 阴阳阳找黄金 这个肯定强 是吧 然后大中小小中大 大大小中小大 不用背这些口诀 你只要看好最后一柱就行了 那么最后一柱 那么按照口诀来 这是小中小是量性转弱 那我看准最后一柱 明显变小量性转弱 常态应该下跌 第二天跌了没跌 反而来了一个假阴真阳 那么这个假阴真阳的单枪向上了 继续解放上方套牢盘 对应量柱反而是缩量的 说明什么 说明上方的刨牙正在减少 那假阴真阳 往往是主力 故意示弱的一种表现 是迷惑我们的 迷惑敌人眼睛的一种表现 同时也是迷惑我们的一种表现 但是他的内在是一根阳柱 整体他是架升量缩的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量性转弱应该跌 这一天他该跌他没有跌 收盘还没有回补下方的缺口 说明他处于一种强势状态 这个时候结合三线规律量柱语言一解读 是主力继续使用了修和疗法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是进行了 假跌迷惑对手的一种表现 收盘价精准的 对应了 这个看单枪的虚底 说明主力的 他能够在此处做出精准 说明主力是 继续处在控盘良好的前提之下的 那么也就是说 第二天 只要能够有效的站上 这个假阴真阳的 十顶 这是第一压力位 然后呢 有效站稳这个假阳真阴的十顶 就是我们可以大胆模拟训练的机会 闭着眼睛就可以训练 那么 这一天一开盘 首先是大盘向好 大势 首先支撑 大势向好 那么在这一天的大胆同学呢 大势向好 我们解读了三线规律量柱语言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直接就可以干什么 挂涨停架了 你来进行竞价 那盘中虽有阵仗 最终收出一个涨停板 那么涨停板之后 连板了我们可以继续的持有 那么不连板呢 那首次过风是不是 那么不连板你就要看他是不是 回踩左风不破 你是不是要看他回踩左风不破 那回踩不破依托这个掌停板 一旦他可以继续构建王牌柱 那有没有再次来模拟训练机会 对吧 那么从这个掌停板 不能连板的时候 是不是只要他第一开冲高 我就先应该逢高 先模拟落袋 然后关注他旗后建构 再来寻找我的战机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再看这个 那这个 我为啥在这一天 敢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天 看见没 在这一天 敢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来进行模拟训练 那你看 首先这个单枪 这三个长枪 不断的向上来解放 是不是大一二一位 解放掌停板 十顶上方套牢盘 同时呢 以他作为基柱 一二三 他是一个什么 黄金柱 整体也是一个 架升量缩的黄金柱 说明主力在这个地方呢 本身是一个空盘良好 反复来试盘的一种表现 那结果也是一样 大盘不好 长银短柱 向下假跌 那么在此处见底之后 拉出两个涨停 这两个涨停 温和增量 那么这种温和增量的涨停 结合他上方 他已经突破了这个水平方向 最近的大一 那么这是一个当前最近的一个高亮银 那么这个高亮银的 这个石顶 是不是应该向上补 那也就说呢 那这支票呢 只要他能够快速的站稳 这个高亮银的石顶 也是圈口处 就可以开始大胆模拟训练 那你如果看懂了这上面 全是清一色的向上解放 上方套牢盘的表现 同时呢 是缩量假跌的 那么说明这一路的筹码 都是庄家主力自己的 那么我们只要了解了 这是庄家主力自己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结合 我们的什么 925腾龙战法 在此处呢 来练习我们的二进三 来练习二进三 那么一练了 你看在这个地方稍作震荡 那么最终呢 违反了天龙洗水 那今天呢 他是不是不能连板 那么我们冯高了 及时就可以落带 那么这是一个啊 那么再看这一个 那这一个啊 就牵扯到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 就就是我们的 量学的 阴线战法的核心 你如何想要来一招 实现你的稳赢 你就要把这个阴线战法 要来搞清楚 那量学战法很多 千千万 那有心的人 把量学战法总结了 三百六十八种 那你说在实战当中 我要去 去翻这三百六十八种 战法 是不是把我就翻死了 那么什么样的行情 我们运用什么 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战法 我们老实讲的 过什么山 我们唱什么歌 对吧 哎 那么到什么河 我们划什么船 那这明显是 长期下跌的 大盘也是长期下跌的 那么他长期下跌 必然是阴线下跌 这一点没毛病吧 这一点没毛病吧 他必然是阴线大跌 那么他反弹的时候呢 那么这些阴线的 十顶和二一呢 十顶和二一呢 都将成为阴线战法的 重要的临界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注意 刚才我特别讲解了 刹车和换挡 有心的同学 可以把这近三天以内的 也就是说从过完节 过完年收假以后 所有的涨停 你去看一下 哎 那这一路下跌之后 首先呢 这个刺牙我们抓不住 第一个掌停板 我们肯定是 大部分人是失之交臂的 为什么 没有卧底王牌柱啊 那你至少要有一个 预定王牌 作为我们的老同学 是不是至少有一个 预定王牌 你没有这个王牌柱 你得有一个预定王牌 是不是 三根阳柱出来 那我才能够有信心 我才敢于在这个地方动手 那你仅仅在那 出了这一个王牌 那第二天这个王牌 能不能够以中道大洋上攻 后续会不会出现调整 我这心里边是不是还 搁着一股劲呢 那一旦我稍作犹豫 那这一天的掌停板 是不是跟我 失之交臂了 除非你是年前 你就是长期被套 直接挺尸装死的 那你在这个地方了 硬扛出一个掌停板 是不是这样的 认同我这个说法的同学 请打一啊 认同我这个说法 同学请打一 好 看来大分同学都是认同的啊 那么 现在我们来看 那只要出现了一个卧底王牌柱 注意 现在只要出现一个卧底王牌 预定王牌 或者出现一个 哎 王牌柱之后出现刹车加换挡建构 那这个时候就简单了 你只需要 在你的这个选股的当天 你选中了这个预定王牌 或者是这个地方出现了刹车加换挡 那这个时候呢 结合当前水平方向 最近的大阴的二一位和十顶 你划出两条线就可以了 只要他第二天 他敢于站上重要压力位 你就可以大胆的来进行模拟训练 一训练 不是中大阳 就有可能是掌停板 那么其后调整 只要不出现九阴真经 你都可以继续的来模拟T0 那么如果是短线选手 如果你是短线选手 那么一旦出现中大大阳或掌停板 第二天一旦低开冲高 我就可以快速落单 听懂了这个方法了没有 听懂了这个方法没有 如何来使用我们的一招轻松的实现稳赢 题外话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方法适不适用我们的个股 我们先从这个20厘米来看 大家注意看 来 只要底部出现了王牌 注意 这个王牌柱 不一定要求了它是标准的王牌 什么加升量缩 什么这个 必须在基柱上方 那你看现在的这个市场 它做的这个王牌 做的不漂亮 做的也不标准 量也是 不是这个 非常让我们看着舒服的 但是呢 人家底部呢 就是有了我卧底的王牌柱 那么只要一有卧底王牌柱 结合刚才所讲的阴线战法 你只要在这个阴顶这画一条线 今天零号一跳空 站上阴顶你去练 这就是一个中大阳掌停板 好 一个不算 我们看 这个 来 预定王牌柱是不是出现了 预定王牌柱是不是出现了 预定王牌柱一出现 二一 十顶画出两条线 站位阴半 我可以干什么 进行测试 站位阴顶 则机加仓 掌停板 掌停一个 好 再看 来 预定王牌柱出现 预定 原创柱出现 然后在水平方向距离最近的大阴的二一 大阴的十顶画出两条线 站稳重要压力位 则机模拟训练 又是一个掌停板 再看啊 这个 来 这里是刹车 这里是换挡 跳空一 十顶向上 补 十顶画出一条线 有刹车 有换挡 低开高走 站稳 最近的大一 十顶压力位 你去练 二十厘米 好 再来看这个 卧底的 预定黄金柱 是不是至少是个预定黄金柱 这是零号加零号 是不是至少是个预定黄金柱 这个时候 二一画一条线 十顶画一条线 你看 站稳二一 站稳十顶 掌停板 那么今天这一个 准备啊 站稳大一 十顶 同时呢 突破 这个一年二一位 那么明天一跳空 是不是就会给你一架 是不是就会给你一架 好 再看啊 这个也是一样 你注意看 这一天抓不住 没关系 好 第二天 第二天没抓住 第二天没抓住 但是呢 到了第三天 以他作为基柱 一二还差一片成为黄金柱 好 阴半画出一条线 阴半画出一条线 阴顶画出一条线 你看 站稳阴半 站稳阴顶 注意了啊 现在的这个盘中 我们得不管是大盘 还是创造成为黄金柱 还是创业版的个股 目前的这种啊 有卧底的刹车 有卧底的换档建构的个股是越来越多了 不是越来越少了 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特别讲这一个呢 你今天晚上你就去选 尤其喜欢二十厘米的 你就去选 选什么 选脚底下出现 什么 刹车架换档的 或者脚底下出现黄金柱的 左侧大一 你就画好他的二一和十顶 他只要敢站上十顶 你就敢练 一练了 一不小心 就是掌停 就是中大洋 第二天主要他不连板 第一次还冲高你就跑 轻轻松松 你可以获得短线的快乐 啊 就不用一一的说了 你看 这个新云是不是站稳 阴顶 预定的王牌 好 这是不是也是一样 注意看 他是不是一个 预定黄金柱 阴板和阴顶画线 你去看 好 再看这个 是不是预定的黄金柱 站稳这个第一个阴顶的时候 坐上阴顶 实际上就可以练 没有练好 阴板和阴顶 再画线 是不是掌停板 好 连板了 我们就不看了 来 这个没有涨停 但是呢 你注意 是不是一样 王牌柱出现 八好阴板 阴板 伏击 那你最少也拿七八个点 结合 大一十顶 第二天 跳红高开了 我是不是继续持股待掌 那么 低开冲高 我是不是择机逢高落带 所以说呢 你只要掌握了一个基本的建构 然后再掌握了一个当前的 这个战法不是胡来的 什么样的行情 你做什么样的战法 那么当前这个行情就是阴线战法 你只要把这个阴线战法的 阴线战法这个标准去搞清楚 你也不用去刻意的研究什么 奥底淘金 你也不用刻意的研究什么 凹口淘金 你只要有底部出现王牌 然后呢 水平方向最近的大阴 二一和 十顶你画两条线就行了 过二一 你就按照标准去练 简不简单 听明白同学请打一 听明白同学请打一 简不简单 你可以 我们可以去 大家体会一下 简不简单 非常的简单 你明天去用 你明天再去用 你会感觉的非常的实用 大盘股同样适用 大盘股同样适用 我们来看一眼 最后看一眼大盘股 大盘股同样适用 来我们看 这个是不是群星玩具 注意 大盘股同样适用 联姻下跌之后 看见没 预定王牌 是不是架升量缩 好了 大音实体没过 就在大音实体画条线 音半画条线 一过线 你按照标准去练 涨停 对吧 好 四川金顶 你也看一眼 看 是不是预定王牌一出现 来 来 画好你的线 那 这样可以画个21位 王牌一出现 是不是涨停板 而且缩量涨停 是吧 那么缩量涨停 是不是应该必创新高 那只要继续站稳这个音顶 他是不是要创新高 会不会给你溢价 一不小心 是不是还有可能连板 好 再看这个克劳斯 那更干脆利索 直接第三个 第三个 下注就是涨停 今天直接一字板 那后马是不是继续一字了 后马是不是继续一字了 好 再看这个海马骑车 再看了啊 来 这是不是刹车 这是不是换挡 画好阴顶一条线 涨停是不是挡不住啊 扑面而来 涨停板是不是就扑面而来 非常简单 非常好用的 啊 非常简单 非常好用的 只要你听懂今天的课 找到阴线战法的核心精髓 第一 有刹车 有换挡 这次要有一个王牌柱的 预定王牌 然后呢 找好临界点 然后呢 设好你的伏击圈 啊 既简单 又直接 不需要你用 任何的 这个 啊 不需要你去 任何的 这个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战法 这个战法 那个战法 啊 是不是就是简单 直接 那我们就要这种 简单 直接粗暴 一用就零 啊 你一抓了 就是一个准的 那你只要按照今天给你讲解的标准 你去 啊 去今天晚上好好去选股 你看一下 后面到底怎么样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啊 咱就进行到这里 好吧 啊 不知道了 大家呢 今天呢 这个收获大不大啊 收获大不大 啊 那么呢 我们呢 啊 来最后进行一个总结 啊 我们在这个市场中呢 为什么总是赢多啊 亏多赢少 行情好的时候呢 还能稍微的赚一点 那么行情有变动了 我们又把那一点可怜的盈利又还给了市场 甚至还要亏损 甚至还要是吧 大幅亏损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应该呢 如何来快速改变这种现状 如果你还在为白天盘中 不知道如何进退 你还在晚上收盘之后 不知道如何选牛 那么通过今天这节讲座 你可以初步了解量学的进退标准 是可以为我们保驾护航 为我们赢取利润的 啊 那么参加秦龙太极集训班呢 将令您对量学的知识呢 从现在简单的助向波 上升到逻辑思维的全方位立体思维模式 让你从众多啊 繁杂多变的各种战法当中呢 彻底的解脱出来 从原来简单的线性思维呢 提升至未来高度上的立体性思维模式 最终把量学的实战简化为 真正意义上的一柱一线 看懂一根柱 看清一根线 你就能进退自如 如鱼得水 啊 那你参加我们的秦龙集训班啊 将会教会你如何把自己从以往的深陷的泥潭中解救出来 我们的同学啊 年前被套的同学 经过我给我们同学的划线指导了 已经解套而且盈利的啊 那么教会你如何使用量学的核心原理 解读主力背后的逻辑思维 教会你如何真正实现的盈利的巨杀成塔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巨少成多巨杀成塔 现在很多同学的观念一定不是简单的打掌顶板了 我们很多同学经过这次大跌总是说了 我每练一次我只要能盈利就行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一块啊 教你如何钻进主力的教子 享受连续拉伸的乐趣 告诉你的秦龙太极集训班之外 你平时也怎么搞不懂的主力行为 和最简化最直接最实用的量学战法 帮你打造适合你自己的操盘盈利模式 从我们的这个操盘思维的转型 到操盘习惯的纠正 从以前简单的图文模式的大范围的答疑 到现在进行一对一的学员专属短视频定制答疑啊 那么参加集训班 将改变您的韭菜身份 从现在的被割到将来我们去割主力的韭菜 从此呢我们走上快乐炒股的幸福之路 好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公开课呢 就进行到这儿啊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一次公开课再见